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黃中莉 我是薇薇 歡迎來到黃中莉開箱頻道 我們是麵油粉色的表演場 今天的主題非常的奇怪 而且實際上是我們的頻道會員報告 跟你們說今天這集的主題呢 頻道會員希望看我做 可樂加不同的配料 我們今天就隨便就選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種也算是飲料店會出現的配料 那我們今天他家的茶湯就是 COCA COLA 本集沒有贊助也可以播出 汽水這種東西 尤其是可樂 我的腦海當中印象加過最棒的東西叫做檸檬 可樂加檸檬就是感覺比較高級一點會不好 但在我喝起來會比較順口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謝謝瓶礦會員 我們馬上來開始加入這些配料 並且嘗嘗看吧 第一項是我們的可樂加布丁 我平常是一個傳茶派的人 就是我去不管什麼樣的瓶礦店 我就點 不好意思我要無湯茶 我要我也是不加配料的人 所以呢其實加配料的肉本身就是一種 不習慣的事情 感覺這個要出動那個了 甩甩之處 有沒有 聰明智慧問 等一下布丁的尖叫聲嗎 好我們再一半就好了 可樂加布丁 外表看起來 還行 還行喔 可樂完全壓過布丁的味道耶 布丁就在變成一個口感 噴下去之後會有布丁的一個焦糖 那個那一塊位置的一個味道 但本身 他們兩個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都是甜甜的東西 我把它攪一攪好了 這不賴啊 很甜蛋 他們兩個是不同世界的人 但我覺得加伊斯沒有衝突感啊 就是變得 有一個QQ滑滑滑的東西在裡面 我喝不懂 但他沒有改變可樂本身的味道 需不需要這樣子喝1到5顆心 1顆心完全不需要這樣 沒有提升 下一場 下面一張我們來加珍珠 珍珠可樂 不知道耶 這是黑糖珍珠還是一般的蜜糖珍珠 因為珍珠有分 這是蜜糖珍珠 OK 如果是黑糖珍珠 感覺就會 如果融在可樂裡面 就會甜上加甜 但可能會有一些味道 比較變化 這顏色 融為一體了 看不出我的珍珠 看不出來 開動 嗯 珍珠啊 完全被可樂洗掉了 珍珠變得 完全沒有蜜糖的甜味 大家應該都吃過洗乾淨的珍珠吧 有人吃過嗎 不知道 沒有 可能因為我以前拍過一集 就是 小竿吃1萬顆珍珠 所以我就有吃過 無色無味無調味的珍珠 吃起來就是 咬澱粉QQ的澱粉 加進去之後 有點像是被洗掉了外面那層糖衣 然後可樂的味道還是為主 然後可樂當你飲料的成分 吞進去之後 就剩下完全無味道的珍珠 這就還可以吃了 有點空虛 我覺得沒有必要 珍珠這東西還是要搭 就是茶飲 然後奶茶類 然後奶蓋類 讚 1到5顆星值不值得嘗試 一樣 1顆星不用這樣嘗試 下面一箱 下面一箱是 蒟蒻 我預測一下 這一樣 一樣的道理 就是味道會被洗掉 好 加蒟蒻 喝喝看 喔 那個 可樂橡皮糖 就是那個 古早味店的可樂橡皮糖 但是我要先講 這個蒟蒻 不是那種 一咬就碎 它是在嘴巴裡面是 那種嚼勁的 就我剛在吃的過程當中 它會有可樂橡皮糖的味道 很爽耶 這可以耶 這味道在我口中 就完全是在那種 就是淡缺老街 就是那種古早味店 我不曉得就是現在 十幾歲的觀眾 有沒有吃過這類型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 上我二十幾歲的人 絕對吃過爸媽那個年代的零食 這樣就會出現這種 古早味糖果 它吃起來的味道 口感 就基本上就是 可樂橡皮糖 然後呢這個我覺得 嘗試指數 你們如果有辦法用到 因為蒟蒻不是一般 常見的配料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能夠弄到的話 可以猜猜看 一到五顆星常識指數 我覺得它有四顆星 蠻驚艷的 OK 戴上 下面一個來賓是 艾玉小姐 欸為什麼艾玉會想要變小姐 不能現成 她不知道不是我說的 沒有 這是不知道什麼 我當時會四種方便會有一個小姐 這一款 艾玉可樂 來 艾玉 我覺得應該會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覺得它對於這種順順的東西進去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果凍那類型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無色無味 又QQ滑滑的東西 然後不要太有嚼勁 反而是順順的進去的 會OK 這種清爽 沒有帶太大的 濃稠度 奶感 或是什麼糖感 或是 嗯 就是那種狗狗的感覺 只要清爽型的東西 像大可樂都還算是可以接受 但會覺得沒必要 愛玉反而就沒有必要 它本身並沒有帶出新的 口感跟味道 不像剛剛的舉多 舉多找起來就有感覺 這個就是順順的一直喝進去 一樣 沒必要 但是它的這個沒必要 又比珍珠跟布丁好 所以呢我覺得它的 嘗試之處是兩顆星 再來是我們的仙草 仙草就先生了吧對不對 仙草先生 我期待的是它的味道 能不能碰撞出新的東西 應該會是看不到的東西 喔媽媽 咦 他們兩個味道有點像耶 這是我細嚼仙草凍 跟可樂Mix在一起的一個味道 因為呢大家如果有看過 黃兄弟的頻道的話 之前我們神環用過可樂 它裡面就有用到一個 東西 就很像是中藥材 然後仙草本身就是一種草類的去加糖 然後它變成一種 就是這樣子的動體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在我口中的味道是很像的 兩個 喝起來會變得中藥感更重了一點 對 會有點失去了可樂的那一種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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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感受 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也嘗試了知道 但我覺得一樣 只給它兩顆星 它就是一個沒有改變味道 但是它喝起來用老老的感覺 一樣不用特別去嘗試 好不好 不需要這麼做 不要回了仙草 仙草加那個奶精就 讚 下一箱 再來仙草加 來吧 這個喔 依照剛剛珍珠的定力來講的話 它應該也不會好吃到哪裡去 會不會洗掉那個糖分 這啥 啊 來喔 我就挖一顆這樣子 然後吃一口 嗯 這芋圓 Norky 這芋圓發生什麼事了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跟我們採量有關係 這個芋圓就是 外表看起來還不錯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各有數號啦 我的心目當中的第一名是 阿婆芋圓 在那個酒糞上面的那個 那個QQ我想很Q 然後很有嚼勁 香或是芋仙的芋圓都好吃 這個的芋圓就是外皮已經有點糞掉了 會有種它沒有煮泡的感覺 它們兩個是不同視覺的路線 適合深度 1到5顆星 0分 謝謝你芋圓喔 好白白嫩嫩的屁股 我們看到 豆花 豆花 豆花不好吧 沒有你要來餐地咖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來阿貓我給你看這道豆 要不要看 豆花 加可樂 來囉我要加囉 你要看嗎 小朋友你看一下喔 好奇嗎 好奇對不對 好可愛喔 寶貝 唉唷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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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豆香味跟可樂 極不搭 我的腸胃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有別於愛玉跟仙草那種滑順感 豆花一樣有它的滑順感 但是豆花大家知道嗎 有一種那種豆渣的那種感覺 又再有口感一點 豆香味融合了可樂 怪怪的 我覺得這個感覺 大家如果可以幫我嘗試 可以加上看可樂參考一下 就是浪財不要找我的那種概念 對 我覺得 不搭 不推 不好喝 所以一到五顆星值不值得推薦 這個也要辦發零顆星 好了今天的可樂配料大集合 感謝頻道會員提供題材 但我覺得今天整個這樣吃下來 可樂大家會說哪一家什麼配料 終究我還是會給你檸檬或者是酸梅 我覺得都是很讚的選擇 但是加入一些飲料店會有的配料 我覺得都不是這麼的搭欸 也難怪就是沒有人誕生這樣子的產品 因為如果有好喝那就會有商機 最然而然就會有人去生產 那如果你們想要嘗試可樂像皮糖的話 蒟蒻是真的可以嘗試一下唷 蒟蒻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希望我接下來不會 拉肚子 對不對阿摩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是兄弟可別的 記得訂閱 分享還有開啟鈴鐺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看看 快點 來自小的 谢谢观看